在整部剧中提起解控这个词 你们肯定会想起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他就是云南的小王爷 沐青 他的父亲很早就马哥过世 他从小被姐姐捏黄照料长大 对姐姐是非常依赖的 因此一旦遇到有关捏黄的事情 沐青从来不肯放手给别人做 自己做才能放心 毕竟事关自己姐姐 沐青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 沐青不会轻易把姐姐的事托付给别人 可是 但有一个人确实例外 他就是梅长苏 在霓黄照亲的时候 沐青就将击退百里奇的任务 交给了梅长苏 对于沐青为何如此信任自己 恐怕连梅长苏都回答不上来 毕竟当听到沐青的托付时 他的表情是很惊讶的 那时梅长苏恐怕 在想自己是不是暴露了 你们肯定很好奇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找找答案 有人曾经猜测 沐青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梅长苏确实早就被探穿了 很明显 这个猜测是错误的 否则沐青也不会想派人 试探梅长苏的能力如何 不过 正是因为这件事 我才发现为何他如此信任梅长苏 在黎黄得知这件事后 他狠狠地训了沐青一顿 还说了一个故事 原来 当初云南与南楚战争的时候 不善水战的 倪黄节节败退 后来有一个人出来帮忙 献出了奇策 因此云南才打败了南楚 倪黄也和沐青说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梅长苏派来帮忙的 要知道 当初的战争十分危急 如果打输了 倪黄也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所以梅长苏可以算是 倪黄的救命恩人了 因为知道了这件事 沐青对梅长苏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对于解控来说 有什么比姐姐更重要的 儿子家姐姐的救命恩人 当然是值得信任的 也是因为这件事 才会出现沐青委托梅长苏的画面 倪黄说过这些画梅长苏并不知晓 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沐小王也那么信任自己了 所以说沐青一见面梅长苏 就对梅长苏非常信任 这是确实倪黄只有最清楚 你觉得呢 对梅长苏并不知晓得